大家好 欢迎回到肥宅的频道 今次就和大家看看10月新品PB上架的模型和高达模型的预告 也会讲一下这期的见闻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观众 我每个月月中就讲有关当月的高达新品和模型预告的相关消息 而月底的时候我就会讲下个月高达模型再返的情报 中间也会有点点我自己个人的评教和分享 看看会不会叫做在你下手买之前给你一些参考 好了 不说了废话 我们马上看看今个月的新品 BMC Best Marcher Collection 元祖高达 话说回来这个系列其实都很久没出过产品 今次它就复刻了旧宝那款元祖高达 虽然比例和外甲是跟回以前那款 但结构就完全是进步版 进步到怎样呢?它是直到EG的程度 即是有分件分析 有可动的关节 也不需要用剪鉗拔出来的水口结构 对那些比较喜欢动画古早风的朋友 这一只就真的很好玩了 High Grade Gluda EX 复仇的安云曲 Netflix那套复仇安云曲登场的机体 标榜的就是写实和巨细无畏的细节 之前也看到有展览那里流出来的实物图 那时看就觉得真的有点难处理 始终它做到一些实在的细节 和大家一般认为的高达画风是差一大折的 但不知为什么呢? 我在Facebook那里看到有一些人 已经是在做十字 已经完成了这个模型 看回这位人兴起的成品图 应该是外国人 他已经上了颜色 甚至上了线兼做了旧化 出来的感觉 和展览上的实物流出图 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自己看回 也有点期待 同时间说回 他关节应该是组织的 结构方面也考虑到干涉的问题 但肯定的是 他一定是比较适合上色 甚至是做旧化的 High Grade Zaku 2 F 型 Solar 尼基 既然高达 EX 有人继续组组组 这一只渣故又怎会没份呢 我找到一点点 我现在就放在画面上给大家看 公平地说 风格真的未必每个人都能接受 但他做好了这么多灵觉 和区分了这么多细节 无论是分区做遮掩也好 或者只是干素 即细组组组组 很多东西都可以一步到位 虽然这个风格未必适合我的口味 但我也挺期待其他大神 做好了之后 放到他的作品上网 High Grade 无故又没改 Seat Freedom 系列的机体 今个月亦有两份推出 这一只就是量产机穿越改 可以做得到变形 大家在官图都看到真的多武器 而且分件是挺齐的 说要用贴纸保释 我想最大事都是定峰型 角位的红色和绿色 而且某程度 价钱也反映了零件数量 所以结构上应该不会弃我们 只不过杂鱼机做到这个价钱 我都觉得是少见 High Grade 黑骑士小队 加楼罗 Seat Freedom 最后的BOSS 机 就这样看可能会被他的价格驾一驾 但是看官图是有理由的 首先他包了很多效果件 看头片也看到了 但提到一个支撑架 这份是水星魔女那份 另外买的要 然后他很多金色的部件 是分好色给你 即是他的零件数 比一般High Grade是多 但是你就不要这么快开心了 因为我都很好奇 他的紫色的位置是如何做出来给我们 是用贴纸 要我们自己上色 还是他真的有分好色给我们 那这个位置我也很期待 然后就讲PB上架的款式 MG 最似高达B装备 上个月已经说了这份汇出 它是有连接MS的版本 和只是B装备的版本 它就多了一份B装备的有线有道攻击模组 即是有线的荒龙 而且有两个小盾 荒龙可以再燃到分开四体的姿态 亦有一个卷线的收纳结构 这个卷线的结构 其实上次独角兽MG EX 已经有做过了 但是因为那条是电线 卷线就会自转 然后卡住 所以做得好不好就真的很难说 那连接MS本体那份 会给你一个透明的cycle frame 多谢网友提供资料 而净装备那份就没有了 只有画面见到这么多东西 那两支给荒龙用的支撑价 就两份都有 MG 凌格斯 马反版 如果拿它和之前的版本比 它真的有进步了不少 至少在关节上做了一个更现代化 更加灵活的结构 但是为什么我之前在Facebook 说它的价格比我的命 因为我真的理解不到 为什么它会建设这样的香港零售价 就拿同期的F90 3Y做个比较 你就知道了 日本零售价 两支都是说6600元年税 那就是说兑换是多少都好 它们应该是同一样的价钱 但是香港这边的标价 一支是365 一支是560 如果你对这支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那你去开日本的时候 在SYF 或者Gundam Base 买吧 会比较的 MG F903 Wild Cut Star Gundam 第二岁就在下年的1月才派货 和零解释一样 但比起来它的价格都合理很多 因为兑换率的问题 它其实比上次贵了少少 但这个价钱的MG 我觉得是合理的 真的忍不住说一句 这一支就收365 MG的序事高达 连B装备 连MS 都是收你564 这支零格斯的价钱我真的完全解释不到 所以不要再问我了 MG正义女神 圆形GN 欢仁上刀 这款会出真的有点想不到 看到部分的零件一定是兼用EXIA 但欢仁是真的做得挺帅的 有几个手握位可以方便做到不同的姿势 亦可以分体做到长短人 有个比较特殊的单边收纳 看回其实它本身武器也有不少 EXIA的GN军刀 GN 剑和盾都有齐 拿着这么多东西的关节是否稳定 还是未知数 但脚掌因为机切问题 找地力不够就肯定了 如果就有兴趣入手 建议资格吧 High Grade Leo R 这款就是GUnit那边的MS 星辰三骑士之一 之前已经出了红色那款有披风的Leo S 看来它之后应该会出那款肥仔的Leo N 这款就有小件的女性元素 特别是那把长发就像在美少女高大那边拿过来用 这么修长的小腿在Leo系列里也只有它一款 长卖就有Baba 效果件 造型这么特别的High Grade 这个价格也算是正确的 然后就到预告的款式 10月10日日本那边有 All Japan Model & Hobby Show 2024 也有不少新东西公布 可以跟大家在这里看完 我们就由大港到小 PG 有一款南米网高大会出 本体其实是红米网改了色 所以骨架也是用舊那份PG的Spite 虽然上了不是Taylor Made的外甲部件 可动是减少少但也绝对是合格以上 颜色改了 没有了一把谷一文字太多 但是他就给了一把很多细节的Bazooka 比起MG PG版的肌肉感更加强 整个身形的都更加灰 那这件事我觉得挺正的 但我自己就真的觉得一把太多是吸引一点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PGU 元祖高达 星效图装版 不关Hobby Show事的 10月21日就在T-MORE开订 但说真的它完全没有官图 什么资料都没有 那可能大家要自己再上网留意一下 MG 雪崩营 能天使高达 我正在打告这一刻 它刚刚在北美那边就上了假 看看我们亚洲区 遲些会不会上网 之前说这款的MS 也是下距那份 而MG这份 当然分件就足很多 细节也很足够 绝大部分的外甲关切 和噴尸口的可动 是再现得上 素组又好的 肩甲的组装方式是覆盖式 所以不算太实正 而且因为机设的问题 它有些零件又大又长 一定程度的干涉就走不掉 可动的话 其实它也不算得上很好 但整个东西是真心型 加上它又给你底座 那摆上帖子就不算很大难度 MG正义女神F全武装 兼用了部分XIA的件 主要是骨架 配上新的外甲和武装 说明全武装 它真的是武器 你见多武器 而且它可以一口气组装上MS 外甲分了两颗红色给你 GN全度大 也有幻彩的PE胶片 做到反光效果 我自己觉得它的骨架的淡啡色 其实做得挺帅的 其实红撞啡的效果是不错的 所以你见到有时大神做红渣 滲线用啡色就知道原因了 而且说回它有足够配件 给你组装做F2型 当然用能天使做基础 那抓地力就不可以太期待了 MG V2AB 高达卡曼 以前UC史上最强的高达 因为有无限出力 还要是高火力高防高速 那现在又有超级系的Unicorn 它就保不住这个名字了 其实这款要讲都可以很多东西 一讲就讲几分钟了 概括一点 模型再现到分体变形 和外挂装夹之外 线条比例是一流的 还有一些部件 是用了当年极少用得到的 雅金靓年度 所以虽然它是小机 又这么复杂 组装难度高 而且零件过多 有些位置真的不太稳 但也无外它成为 长连被追捧的模型之一 HIGH GRADE 抓古2 F 型 未命名抓古2 抓古2 F 型武器包 复仇的安云曲 Netflix 的复仇安云曲 又怎会只出两款MS 这么放过我们 抓古2 F 型都会出多一个款 而同时也有抓古2 专用的武器包独立发售 时间和日子未知 在Hobby Show 2024 就只是公布了这两张图 作为有新的资料 我会和大家看 这两款应该是PP 产品 不知道大家是安心了 还是会更加紧张呢 HIGH GRADE 新安州 GSF Version 一只蓝色的新安州HIGH GRADE版 现在知道的就是 它会在SIDE F 和 Gundam Maze 限定 即是之后才会上PP Hobby Show 2024 公布 就暂时只有这些资料 但价钱和时间都有 价钱上去看 2010年那款便便宜了不少 所以应该也有加了新部件 HIGH GRADE DELTA SIGN VR 电影 銀色的幻影中登场的MS 我现在只有一张图 就这样看就是Delta系列中 可变形的MS PP 商品 Hobby Show 2024 公布的资料 暂时就来到这里 再有资料再跟大家说 HIGH GRADE 渣古德安尊重机 这款价格都会出 小小玩意地 它是做回动画崩坏了的嘴的比例 同时也有做好的自损细节 我也挺建议用这款去练手做旧化 先用水贴再噴上烧光 然后做一下即洗 少少啡 少少黑 最后在边位加上少少干素颜色 已经很好看了 上烧光就是为了保护你的水贴 那你之后如何使用你的旧化液 都不会搞得到水贴 而且你不看它的外形 它的结构和细节还有可动 其实真的不差 但不知为什么我下下看到这个外形 就会想起这张图 HIGH GRADE 音速高达 LO 也是一款偶尔会弹出来的款 G-Unit MS LO Buster 全名就是Liner Offense Buster 线性攻击推进器 它都多双子座的成件给你 贴纸保释基本上就是左右大盾和出气孔位 盾牌的关节挺好玩的 又可以打开还有效果件 让你做回攻击的状态 但是也建议先回线 因为它白色的件 细节多得来不显眼 HIGH GRADE SETTA UC00800 我经常都说 HIGH GRADE SETTA 为什么这一款都比较好 它和HIGH GRADE UC那份分别 就是它背包红色的位置是分好件给你 对的啦 这款是长期秒杀的 所以我才不明白 都明知这么好迷 为什么不放入HIGH GRADE UC系列 是要偶然在PB上出气 我们玩家真的好吗 你只是证明了你可以做好些 但是你不做而已 HIGH GRADE巨剑形物冲高达 和轻击形物冲高达 两款本体一样就一次我说了 其实MS本体已经做得不错 又可以分体 可动也ok 是一款核心战机 完全模式要自己上 先说了轻击 我又找到一些素组图 就可以更加提出我想说 中空座方格的位置在哪里 未出SPAC2的RG之前 我觉得它的配色都算不错 也都忠于动画了 但现在明显是RG赢成条街了 至于巨剑那一款 为什么它贵了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 自由高达专用的腰 而这个腰是可以被大剑穿过的 即是可以再现自由杀手 这个名场面 HIGH GRADE来说 其实算重上 但由于两款都有RG版的存在 而RG版真的漂亮很多 所以真的需要很多我才会特意买它们 HIGH GRADE 红色巨星小队 我第一次介绍的时候 一直以为它只有两款MS 原来其实它有三款 价格上也比较 fair 基本上就是六战高达 和六战吉武为蓝本 改了一些配色 其中透明的橙黄色配件 是有UV效果的 MS本体我觉得高分 因为始终它也是用 比较后期的HIGH GRADE做基础 但那堆武器才是成分模型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位置 但是我又要说回 在Gundam Base里 我见过有单独卖完这堆武器的扩充包 如果你只是对那堆武器有兴趣 你可以攻击这一包 HIGH GRADE G-SELF 完美背包电影版 不要以为它只是用舊帽子 它也有很多细节 可以说得上是1.5版本 头、胸口、肩膀和盾牌 是换了新件 关节也有改良过 确保可动更加高 找到一些对比图 至少看到它多了一些透明拍子 而且看到它的大眼睛 没有Metal Robot那边这么走火 不过这个也算是迷之操作 当年出电影的时候 你现在隔了这么多年才出 是什么玩法呢? 而且这一款在日本已经被人炒了 10月26日会出的 暂时要在日本那边才能够 HIGH GRADE 20 高达、帕梅达黑痕5 它基本上就是一款20高达 然后帕梅达黑痕的颜色就转了 如果真的喜欢ANANA COLOR的版本 你就留意这一份 我估计应该都不用抢 HIGH GRADE 惊异魔蟹 出魔蟹又真的不太意外 因为除了HIGH GRADE本身那款 会不停地出之外 SEE FREEDOM的版本 也未来会出的 反正这些件都是共用的 不只再印出这一份 其实很多部件都是来自HIGH GRADE UC 像是那一款舊的魔蟹 新造的双手对它来说太重了 未去到不举 但平衡就会明显差了 但这对新的手也有趣 因为它有齐了四胜手的特点 还可以玩触手和转做机枪 也有件可以做HIGH GRADE UC本身的魔蟹手 但价钱上因为兑换率的问题 我想应该没有上次那么便宜 HIGH GRADE 武装战机E型 Double O入面的MA 性分模型就只有MA 不包MS本体 这一款真实配色版 就算素组 还可以配合其他机体 可以通用一点 本体就要用多贴纸模式 但我会建议用外面第三方的水贴 效果会挺好的 本体可以做到可动的关节也能呈现 而且MS的连接位只有这里 你用它在RG上面 是一样合体的 因为RG EXIA 自己有一个接合支架的配件 你放入这个3mm 洞 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三款RG 在这次Hobby Show 2024 是有公务出来的 RG 巨剑型 密充高达SPEC 2 出了巨剑版 就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很明显 MS本体就不会改 但看回攻击SPEC 2 在无期待之下 配色和枪 又有一些小惊喜 所以我们再看看 RG 闪光高达 这一款真是超意外 超惊喜 原本以为它出了RG God 之后 无斗转基本上 就只剩下PB的HIGHWAY款 谁知闪光它不是出HIGHWAY 还是要出RG 看看God的可乐 其实知道它的水准 也不会差到去哪 虽然故事就是出了Shining 然后才出God 但Shining Gundam的爆气模式 是多些玩的 这个我真心期待 RG New Godad 雙重荒龙版 RG New那堆荒龙 就被人玩了很多 我想大家都见过 有人砌了整个圆形 整个太阳花的那张图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完 两边都有荒龙 那现在不用买两台RG 比起正常的New 它贵了三成左右 不知道它还会不会 支架那些东西 但要做多一套荒龙的水贴和喷油 都多了不少东西要搞 会想识的朋友 可能要预多一点点时间去做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G武斗转 那下年3月 会出这个新日本专用的大气圈特入再聚 它就做给1比144的比例用 所以无论是HIGHG还是RG用都可以 价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贵 所以都会想看看 究竟实物出来是怎样的 另外其实RING系列EW的AMG 都应该会有货上 至少我知道北美已经上了 但我之前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预计可能是12月左右会派货 这一段是有后报 LAST MINUTE 我有些HORBIT SHOW的现场 都还可能加回到影片里面 对应说的位置给大家看 其实有些之前已经公布了的新款 都有多些图 比如SEED FREEDOM那只魔械解构图 重高达Mk2 当然也有其他PP的新款 以及其他不同IP的好东西 还要有盘我觉得大疯的盘栽模型 但是我真的要截稿 不然我15号也不能出片 再有新资料我下一条影片再補出来 高达模型情报相关的 就来到这里了 这期我在Facebook看到最多的话题 Hash tag就是2000元 噴音影 RG元祖2.0 可能说到这里 大把网友都知道什么事在笑 我都简介一下 如果有人不知道 早前有个派交post 就应用了一位代工的网友图 質疑这个作品怎么可以收到2000元 理据就是模型本身的成本 以及有钱 那后续是什么呢 就是被攻击的网友 分享了一些早期的作品 解释一下 其实他也有用心机和时间 去令自己进步 说真的两件事的差别都很大 而最后他更加感谢攻击者 令到更多人去留意他的作品 只是这个回复都已经TKO了 不用每次都要做反驳队这些低层次 至于那个作品叫价2000 做到这个效果 我又觉得一点都不贵 其实做音影相识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要一边噴 还要一边逐件去对色 肯定色差不会差太远 另外如果再高阶一点 就是你要首先自己定好光源 再决定整体的光暗 譬如光源你设定在正面的上方 即是理论上 你上半身和下半身 都有一定程度的光暗差别 同样的正面和背面 都是这个道理 是要你自己对光暗很有概念 有很高敏感度 才可以做到自然好看 我自问就没有这个sense 而且你听我说 你都可以预计到有多花时间 可以看整件事 OK 又或者有些模型师 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对色 那真是很有经验 和很高手艺 这两件事 无论哪一件事 我都觉得值得付钱 而不是只计过模型 和有的成本 现在我偶然都还见到 有人用这个text 去分享自己的作品 对我来说 我觉得看多了整件事 整件事是挺正面的 至于派交的位置 我笑完也没有一点理过 再说多一点有关 Bandai模型货量的问题 首先说回来 我自己在二三年到二四年间 计算PB 我自己也是买了五六件 那当然不是我只是想买这五六件 而是有时候我真的想买 特别是载货 我自己都找不到 所以有些网友在我的影片留言 哇浪费啦 说的都买不到 我认同的 因为在我身上已经是一个事实 话说回来 我知道有香港的店家 甚至代理 也有向Bandai反映过 你每次将好卖的载货款 下多少单都好 你只能给我两三四箱 又要分给百货公司 又要给模型店 那其实肯定是不够的 没错 我们香港玩家 在这件事上是很无力 但是我只能说 已经有人试试去改变这件事了 至于我之前说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都尽量考虑一下 会不会在香港的店家买模型 那当然第一个大前提 是要香港的店铺有货 你才可以选择 在香港的店铺买 如果你真的很想玩 然后你发觉 香港原来都是没有货 那当然是在其他平台找 正如我经常都说 玩模型车 最重要是你自己开心就可以 我是分享了我自己 买东西的喜好和优先次序 那当然我希望多些人购买 但是你不购买 你只要找到一个 你自己玩模型开心的方法 我一样令你高兴 去到最后 那我今个月底会做完 11月再返的影片之后 就会休一个月 我预计我自己的月底 就不需要再针灸 亦都可以轻轻回 一些答应了人的影片和代工 所以完完下条片 那我们要12月才再见 我是肥澤模型 如果喜欢听我报模型情报 加一点点分享和建议的话 记得CLS这个频道 真的 这么多两个东西对我帮助很大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Peace